来安徽怎么能不吃臭鲁鱼呢 哇哦好多 你好有位置吗 有位 位置吗 对 你们家今天有臭鲁鱼吗 我来一口一口他们家 首先要点一个臭鲁鱼 点一个糯米鸡翅中吧 然后来一个糯米圆 我的天啊 他们家竟然还有烤串 但是我今天不打算点烤串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点一份米饺 然后点一个豆瓣毛园锅仔 这啥玩意儿 我感觉它像一个汤 再来一个家常炒面皮 再点一个农家炒豆饼 纠结了半天 反正先点这七个菜再说吧 反正一碗锅再加 已经下单 然后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还买了两杯卡旺卡 这是一杯白桃乌龙牛乳茶 嗯 好好喝啊 它那个白桃的味道非常浓郁 然后这是一杯玉泥醇牛乳 给大家看一眼 它底下有好多玉泥 还有玉圆 这杯适合你不爱喝甜的 它基本上不甜 给大家看一眼 这满满的一桌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 臭桂鱼 这个鱼看上去就好好吃的样子 然后这是一个炒豆饼 有没有安徽的朋友 可以来科普一下什么叫豆饼 然后这是我点的一个主食 炒饼皮 这是一个糯米鸡翅 看到没有 这个鸡翅 天哪 这个绝对会好吃 绝对会好吃 这是一个叫什么 酸辅糯米圆 就是炸的一个肉丸子吧 然后这是我这一次来 安徽被种草的 就超级喜欢吃的一个米饺 这道菜应该也是他们家的招牌吧 很多食客都点的 叫什么豆瓣 毛园 我先来喝一口这个汤 咋说呢 就是这个豆子吧 这个铲豆豆吧 就是我们少兴人 应该对这个铲豆不陌生 我一直觉得这个铲豆豆 就有一股臭脚鸭肉的味道 这个铲豆已经煮得 非常非常软糯了 入口就化 然后来吃这个肉圆子 我以为它是肉圆子 当然其实是糯米丸子 我觉得这个配点 那种蘸胶会更好吃一点 不这么纯粗 我觉得有点大 然后来一个米饺 它里面夹的是豆果 然后还有肉末 然后来一个糯米鸡翅 这个糯米鸡翅 也是他们家的招牌 事件轻松糊糊 这个鸡翅 太棒了 来 我们现在来吃臭鲑鱼 让我先闻一闻它的味道 还好啊 也不算臭啊 这真的我稍微离得远一点 我都闻不到它的臭味了 来尝一个鱼肉 肉质是非常紧实的那种 然后这个你能吃出来 很浓郁的一股腌制的味道 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厚啊 它都没有我们上心的 偏切光臭了 但是是好吃的 然后来吃一个炒这个豆饼 其实感觉就是普通的那种炒面皮的味道 然后来一个炒面皮 这一个都不用吃 看着就感觉好好吃 又糯又Q弹 你好 要我来个这个大碗的米饭有吗 大碗的米饭有吗 麻爷的做过于长这么下饭啊 是不是臭的东西都好下饭吧 加一勺汤进去 糯米配大米饭 这种吃吧 也只有我敢这么吃了吧 这才是正儿八戟的糯米饭了 最后一碗 我拿着一个菠仔汤 把它拌一个饭之间 你们就看这个鸡蛋拌饭 绝对好好吃的 这个蛋真的好嫩 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吃到了心心念念的臭鲑鱼 但是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臭 而且它真的很下饭 OK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大家喜欢小男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每个好人家姑娘一顿早餐吃十几个麦满分的呀 嗨各位早上好呀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41分 难得这么早起床 我们就去吃一个早餐吧 好久没吃麦当劳了 今天早餐就它了 让我们来点一个餐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 特别喜欢吃麦当劳的麦满分 我们今天把每一款都点了 然后再加一点小食 嗯 我感觉这几个好像有点不够吃 我们把每一个麦满分再加一个 每个都点两个吧 OK下单 哇朋友们 你们就看这麦当劳的一桌 咱就问这一顿早餐 又是你们几天的量呢 先来吃一个大脆鸡扒麦满分 它中间夹的就是一大块炸鸡排 这个面包皮特别有嚼劲 原味反烧鸡腿饱慢慢分 中间夹了一大块反烧鸡 这个鸡肉好嫩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原味 板烧鸡腿饱 没想到它就慢慢分都这么优秀 你们看这个鸡排里面 都还带着那种汁水 可想要吃它又多嫩了 再来一个双层板烧鸡腿饱 慢慢分 现在就说双层鸡肉 大爆的快乐 再来一个火腿扒麦满分 中间夹了一整块火腿 火腿见到好香 它这个火腿外面见到焦焦的香香的 然后中间的火腿还很嫩很嫩 拿下一杯豆浆 看我真的特别喜欢和麦当劳的豆浆 很浓郁 要不我们来自行DIY一下 给它中间加一块薯饼 各位这个麦满分看上去就特别满足 加了这个薯饼 这个口感直接上了一个拉罗 猪柳蛋麦满分 这个我点的是一个猪柳蛋麦满分的套餐 它里面有一个猪柳蛋麦满分 一个薯饼 然后还有一杯饮品 这个我不夸张 它真的是我在麦当劳麦满分里面最爱的 我给大家浅浅的看一眼 这满满的芝士 看起来就好有食欲 它的鸡蛋好嫩 然后鸡蛋还包裹着浓浓的芝士 芝士的味道非常浓郁 真的还得是越嚼越香的麦满分 真的好好吃 而且还有不同的套餐搭配 可以自行选择豆浆或者冰咖 第二个DIY一下 继续加一个薯饼进去 哇 这个自制的猪柳蛋薯饼 麦满分真的不要太满足 让我们来大大的咬一口 朋友们你们信我 真的要去尝试一下 在麦满分里面加这个薯饼 真的太香了 超级无敌 巨满足 真的 再来一个猪柳 慢慢分 哇 一整块猪柳 被这个芝士所包裹着 这个真的是 芝士控受不了的那种 加一个吉士蛋 这个应该是最先让我入坑 麦满分那一款 鸡蛋跟芝士真的不要太搭哦 嗯 那这个鸡蛋煎得好嫩 然后满满的芝士 最主要的是它是麦满分里面 酱给的最多的 看着满满的酱 加一个熟饼进去 最后一个 然后这一个我们加一点不一样的料 加两根烤肠进去 这不就成了一个双茶吉士蛋 麦满分吗 加烤肠的口感 跟加薯饼的完全不一样 加薯饼是又脆又嫩 这个烤肠它本身就烤得非常的嫩 看到没有 都还带着汁水 吉士蛋加上这个烤肠 就是弄上加嫩的一个组合 好了各位 那今天我们这一顿早餐就吃到这咯 给大家看一眼哦 又是光盘行动的一天 论麦当劳早餐还得是越搅越下的麦满分 真的很不错哦 这一桌的汉堡纸已经完全引起了 变很软的注意 每个好人家姑娘一顿早餐吃十几个麦满分的呀 ok 我们今天这一顿早餐就吃到这了 大家如果喜欢小男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拜拜